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星期五的旁晚 特區政府宣布要將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押後一年舉行 這個決定引來國際社會非常強烈的反彈 在英國 保守黨員佬施智安更牽頭搞了一場聯署 促請英國外相藍韜文要制裁林鄭月娥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的 由歐美多國69名議員所組成的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發表一篇聲明 批評特區政府、DQ非建制派參選人 以及將立法會選舉延期的決定 是在干預香港的民主進程 不能接受 而且還會惹來更多對於香港的權利和自由的憂慮 聲明還說到 說繼廣受評擊之下實施港區國安法 DQ非建制派的參選人 代表著香港的生活方式進一步受到限制 在緊張局勢升溫之際會加劇不滿 敦促國際社會要以相稱的方式回應 至於聯盟的主席 英國保守黨員佬前黨魁施智安 聯同一班英國議員一齊聯儲去信給外相藍韜文 說現在這一刻應當考慮推出制裁措施 而且這封信還建議英國政府 要列出所有為香港高度自治倒退需要負責的特區官員名單 取消這班人在英國所享有的特權 並將他們列入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名單中 詩智安又說到 說香港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必定會榜上有名 英國的情況是這樣 美國方面又怎樣 美國共和黨的海外事務組織副主席余懷松 就在Twitter上說到 說林鄭肯定會遭受到英國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 這就是她所表達的信息 而且不單是昨天說的 而且在兩個星期以前已經說了 故此才有那麼多記者當著林鄭的面子 去問她 現在美國準備對你實施制裁 你怎樣看 其實不單是美國 是英國方面都在做 如果英國真的動用到馬格尼茨基人權法 去對某些人士實施制裁的話 主要是有哪兩方面的影響呢 第一就是禁止被制裁人士入境英國 第二就是凍結被制裁人士在英國的資產 就是這兩方面 其實不同於美國通過的香港自治法 或者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因為香港自治法裏列明了 不單是禁止入境凍結資產 而且凡所有金融機構和被制裁人士有任何業務往來 都會引伸出一個二次制裁 但是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沒有這件事 林鄭近日多次回應到 有關於英美兩國有可能對她實施制裁的提問 她是這樣說的 說她自己在英美兩國都沒有任何資產 亦都不向往去英美兩國 認為若然要制裁她本人的話 是沒有邏輯 但亦都沒有辦法 她強調 這些國家如果因為一個地區的首長 要保護自己的國家和市民的健康安全 而向她實施制裁的話 就需要向國際社會交代 公道自在人心地說 你看見她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傳遞出一種信息 就是她完全無懼於國際向她實施制裁的威脅 是非常清晰和明顯的 當然如果英國真的對她實施制裁的話 那影響都是非常微的 事實上是 因為你說禁止她入境 或者是凍結她資產 她都說明在英國是沒有資產 她又不向往前往這個國家 所以你不讓她入境 她就說不入境 而且馬格尼茨基人權法 並非一個連坐法 是不會對於她的直系親屬 有任何的影響 當然就著這個議題 應該要採取什麼辦法去處理或應對 最終的決定權 仍然掌握在英國官方手上 因為去判別哪一個人 應該擁有英國居留權 或者英國公民的身份 這是屬於英國的主權範圍的東西 不過英國人搞政治是非常之厲害的 對於外界質疑林鄭的家人持有英國護照 林鄭回應 說她自出任行政長官三年多以來 明白到最需要保護的就是家人 因此她不會談論任何有關家人的事情 奇怪了 若然你這樣說的時候 豈不是向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刮了一巴掌 因為梁振英剛才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就是回應王之鋒的質疑 梁振英提到 說王之鋒在記者會上說 梁振英全家都拿著英國護照 事實上就是 她和她三名子女 從來都沒有申請或者取得過任何外國護照 或者居留權 而她太太也已經放棄了英國護照 王之鋒從來沒有向她求證 信口癡王 她保留控告誹謗的權利 梁振英試歪她這種做法 就值得全體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行會成員和立法會議員去效法 不僅是說她本人應該放棄外國護照 因為這是法例規定的事情 是被動的 而是說她的家人 她的直系親屬 她的配偶和子女 亦都是一同放棄 這個我們較早之前是建議過的 特區政府的所有問責官員 高級官員 行政會議成員 乃至立法會議員 他們應該都要實行一個應祖歸宗的計劃 不僅是她本人做 她的配偶和所有子女都應該要做 這樣才能確保得到香港是沒有所謂裸觀的存在 根據較早之前的資料顯示 林鄭的老公林兆波博士和她的兩名寶貝仔 就是擁有了英國的國籍 是英國國民護照 是BC護照的拿著 你很難去服眾 一方面 你就要求特區所有的人民 要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你的所有籍是親屬 都是拿著英國護照 請問成何體統呢 既然你都說到不向往英美這些國家 亦都在英美這些國家沒有任何資產 即是說不去也罷 退休以後可以長期居留在大灣區 促進粵港澳融合 在三年前的時候 當林鄭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 就說到 她老公和她的兩個兒子那本英國護照 她只不過是視之為一本方便出行的旅行證件 但是你通過居英權計劃所拿得到的這本英國護照 中國政府由頭到尾都是不承認的 就等同於BNO護照一樣 中國是不承認的 為什麼你還要拿著這本呢 政治不正確的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 就是馬上去英國內政部拿份表格簽了她 放棄英國國籍 這樣才是真真正正的認祖歸宗 才是真真正正的愛國分子 沒有理由拿著英國護照口裡哭愛國 這樣就變成了豬八戒照鏡裡外不是人 英國又不肯過你 中國又認為你根本沒有誠意 不夠忠誠 另外林鄭還提到 說特區政府對外國政府的制裁措施 已經有了防禦手段 強調美國和歐盟 在香港都有接近三百億元的貿易順差 相信他們不會利用金融方面制裁的核子手段 來對付香港 其實這句話根本就是在兜 因為他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 講到關於核子的問題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些是涉及軍事的事情 林鄭就不應該說 你也沒有資格說 軍事的事情是由駐港部隊來負責 關你什麼事 原來他在說 核子手段是關於金融制裁方面 即是在兜 既然他提到特區政府有防禦手段 請問你有什麼防禦手段 他又說到 個別國家暫停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香港是沒有辦法的 即是無計可思 他又說到西方國家禁止對港輸出武器和科技的儀器 他又說 已經向歐盟以外的地區來採購裝備 包括大陸 相信不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其實也是無計可思被迫要去大陸買 如果他不相信 如果人家真的做 到底有什麼防禦手段 可不可以跟香港市民簡單地交代一下 如果美國真的要衝擊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到底香港人有什麼辦法 就著關於金融制裁這個議題 特區政府一味就顧龍懸虛 經常告訴市民有辦法應對 有的有的有的 你有什麼辦法 現在說到美國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將關稅和中國看齊 你的轉口貿易就已經是拜拜 經常提及 3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那時候是那時候的事 現在已經沒有了特殊地位 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呢? 是會跌多少貿易順差? 有多少轉口貿易的商家是會玩完呢? 到底可不可以跟市民交代一下這些?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